百秒天下 我们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为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25号宣布 来自多哥的吉比尔洪博 当选该组织新任总干事 并将于10月1号正式履职 任期5年 洪博目前是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 此前他曾担任多哥总理 野门胡塞武装25号晚发布声明称 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地 包括炼油厂在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 其发言人表示 这一袭击是为了突破沙特为首的 多国联军对野门的封锁 此外 25号傍晚 沙特西部城市 吉达的一处石油设施内的两个储油罐遭袭击起火 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5号表示 否定土方将S-400导弹系统转给乌克兰的可能性 称美方提议只会引发动荡 路透社上周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已非正式向土耳其提出 希望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S-400防空导弹系统 近日 秘鲁卡哈马卡省北部城镇 拉哈斯遭遇暴雨袭击 造成河水暴涨 引发洪灾 数十座房屋被淹祸损毁 洪水还造成当地道路中断 救援车辆难以抵达 目前当地政府还没有公布洪水是否造成人员伤亡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消息称 昨天上午 塔尔火山主火山口 产生了一次短暂的岩浆喷发 随后连续出现岩浆活动 并伴随着火山地震 目前研究所已将该火山的预警级别 上调至三级 塔尔火山位于旅宋岛巴达雁省 是菲律宾已知二十多座火火山中 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是菲律宾火山地震